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我刚下来我就发财了 你看到,大水母 哇,我赶紧换上我的擦裤 带着我的浴网就来了 它这个水有点深 好了,放到这个桶里面 它还在油的,不过这一张皮有点坏了 很大这一只 今年捡过最大的这一只了 看 哇塞 今天运气特别的好 这还没来人 哇,好重 前面还有一只 我得把它拎出去 这里水还有点深 它正在退着潮 不过我也高兴啊 是不是有点危险 前面有一只小的 不过这只小的好可爱 还在油,这只是活的 粉红色的小水母 你看到没有 也不算小了 比这只要稍微小一点 看到了吗 好漂亮 粉红色的 这只 也不错 不算小 好可爱哦 它那个水母 快快快快把它抱回家 别走别走 它这个爪 腊人啊 一定要小心 之前就被腊过 一定要长进去 哇,这只会油 太可爱了 噔噔 噔噔 哇 怎么样 像大锅洞一样 哇 手臂没力气了 爆童 看到没有 直接爆童 哇 我把他拿上面去 太沉了 很重 哇 上面再放一个 应该就这两只了啊 前面没有了 可能一起被打上来的 哇 就这两只够了 再有也不用了 拿不动了 走 先上来 好 好 好 太重了 我把这些放一边 放着 换个小桶啊 再去赶一赶 看能不能收到螃蟹什么的 走 下去看一看 看这个缩字线越越越越湿的 你想干什么 在这里 卡住了 哦 卡住了 来 我救你 输了啊 十块底下 一桌一桌 这就是去靠线 还是挺多的 滑了滑了 看一边 对 哦 这边 看 在这个石块底下的 又是一只缩字线 嘿嘿嘿 别跑 别跑 输了啊 嘿嘿 好凶啊 再好好找一找 看看这些石块 十分几分 仔细地放看一看 要有带心要干 不能夸吃 诶 这下面没摸个东西 好像是海螺 扎下来 啊 好大的一个海螺 看 摔了摔了 不错 有肉的活 放着 好好地摔一摔 哎嘿嘿 哦 这边 是一个瓶子 不是飘酒瓶了啊 哈哈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酒瓶子 啤酒瓶 这个带出去吧 垃圾 哎 这下面好像也是有货的 一只海螺 哎 壳吗 也是有肉的 活的 你看 哇 不错哎 剪垃圾 还能剪到一个海螺呢 可好漂亮啊 看 这烫的菱角 很漂亮吧 瘦了啊 哎 今天还挺累 今天还挺累 先找一找 好 这边这个树木底下藏了一只树枝蟹 别夹我 可以啊 个头不错的 带走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第一次收获啊 还用风筒装了 你看这个大桶已经满了 里面是两只大海蟹 这里面有螃蟹 还有这个海螺 不错了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 我下一期 然后可以把这个水母打开 让大家看看这里面具体有什么构造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今天我打算用这两个海螺 做一个海鲜凉拌面吃 我先把这个海螺煮一下 冷水下锅 煮个五锅中就可以了 这个面煮熟了 我们一定要放到凉水里面 拔一下 这样子的面口感会更劲道更好吃哦 我们现在准备一些拌凉菜的配料 切点黄瓜丝 准备点蒜末 特别爱吃辣 小米辣是不可缺少的 后面的大海螺把肉挑出来 把它切成片啊 还是挺肥的 你看这个海螺 啊 两个都挑出来 嘿 好 呦呦呦呦 这个要断了 没事没事 速食针转过来 可以把这个山啊 还有这个苦胆去掉 这是海螺的肝啊 估计是大家天天看抖音 都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吃的了啊 可能比我还会 打理一下 但是我们海边人其实无所谓 说实话都吃 不是那么讲究 有人说吃了头晕 我倒是头真没晕过 咱就把它打理了吧 海螺肉切片 我们把这个面 我们把这个面沥干水放到这个小盆里面 然后放入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配菜跟调料 放入这个海螺肉 我们现在配一下调味料啊 放一点点盐 来点鸡精 来两勺糖啊 这个糖特别的提鲜放到里面 好吃 来一点吧 再倒入一些酱油 来点醋啊 我喜欢吃酸 都来点醋吧 大哥建议我挤一点芥末 我就挤一点啊 放到里面 应该会好吃 最后再来点灰芝麻 好了 把它拌匀味道啊 对了 再来点香油 应该是挺好吃的 这个味道肯定是错不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装盘喽 这是我刚刚还叫了一点外卖啊 哇 这是 鸡排 我们放到这个面上面吧 感觉丰盛一些 吃起来更过瘾 这个是干美味的 鸡排我就喜欢吃干美味的 这是我买的这个肉串啊 一口一个 嗯 味道真不错 这是下午茶啊 幸福感爆棚 还有这个面 嗯 芥末是点睛之笔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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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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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白 來 興奮 這是真的飲品 大口吃東西真的很過癮 嗯,都是小醋 改天,我要開個小張麵館 哪種好菜就是 洋飯,海螺,洋麵啊 太好吃了 我到吃香菜太痛苦了 吃一下好吃 繼續啊 拿一片大塊的海螺肉 哦,吃到這些東西肯定沒有很多在這兒量,對吧 海鮮本來就沒有什麼脂肪含量 吃了也不會長胖 對吧 我沒有在麻痺這裡 因為我肝還特別的好體力 嗯 嘗一個 吃東西就這樣 怎麼做到特別急 今天我們就先錄到這裡囉 先再見,掰掰